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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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夜的时刻 又想起你了 想念你的温热 无法只是过客 没失去过难来的获得 Now please one more time 你爱我 不要又只是做梦 Please one more time 你爱我 不要又只是做梦 Please one more time 一定要待在那个人身边吗 即使受到伤害 还是要待在他身边吗 穿越千年只为了遇见你 加入乐视影视会员抢先点评 这一周 我妈妈能在这住一个晚上吗 你妈妈 因为哥哥那边有点事不能住了 所以不得已才跟我说的 我也特别不想跟你开口 你之前说 你之前说 我妈妈跟你妈妈是朋友 阿姨来住可以 但是呢 我希望以后不要再提起 有关于我妈妈的事 嗯 我以后不会提了 嗯 哎 雪姬 嗯 你说 到底怎么样才能喜欢一个人呢 嗯 恋爱是件很难说的事 有时候喜欢上一个人 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陷入爱情了 那你跟诗姨是因为梦境的原因 你才喜欢她的 吃饭吧 嗯 喂 陶德 嗯 我知道了 马上过去 去哪儿啊 饭都还没有吃完呢 嗯 对 吃饭 小姐 请坐 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什么事啊 怎么说呢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呢 小姐以后 不用再参加任何露脸的活动了 慈善活动那边 我已经帮你打理好了 记者那边呢 也打过招呼了 我这次回国 就是为了处理这事 那坏消息呢 坏消息是 李克你死了 是车祸 警方进入调查了吗 所以你觉得是意外吗 现在还不确定 但是无论如何 你作为李克尼的妹妹 必须回到法国 来处理这件事 有些人呢 就是贪心 还嫌自己得到的不够多 还要把手 伸向更长的地方 还学得懂吗 努力学的话是能学懂的 不过感觉还是有点困难 那要不然 我们去喝杯咖啡吧 不懂的我可以教你 江淮 这是 阿英 我高中的校友 江淮 你现在是要回家吗 要不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吧 那天的事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我妈妈今天来了 我得先走了 江淮 我走了 拜拜明天见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替她跟你喝一杯咖啡 好啊 你跟江淮很熟是吗 这房子可真好 没想到你住这么好的地方 这又不是我的房子 我也只能做些家务来抵房租的 我看你房子这么大 空房间肯定很多吧 你住这么好的房子 你咋不把你哥叫来一起住呢 怎么能叫哥哥来住 我也是在这打工的 这是雪姬的房子 你说叫雪姬的那个孩子 去哪儿了 他出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那你说她真的是善爱的女儿吗 嗯 就是被领养到国外的那个 嗯 我问过了 她说她叫李雪姬 领养的那家很有钱吧 哦 对了 我知道啊 她是善爱的女儿之后 把她妈妈的遗物都带过来了 遗物 哦 也就是些相框 还有一些相册什么的 哎 这儿 这是我和她妈妈上学时会照的照片 我都带过来了 哇 我看看 这是雪姬妈妈呀 是啊 和雪姬长得好像啊 是吗 嗯 你妈妈休息了 哦 妈妈每次都睡得很早 嗯 这是妈妈拿来的东西 说是你妈留下的遗物 有照片 照片 嗯 嗯 原来她那个时候长这样的呀 真好 果然照片 是回忆过去最好的方法呢 我们也照一张吧 啊 啊 算了吧 我们的认识也算是值得纪念嘛 就拍一张 就一张 好吧 来 来 一 二 三 哇哦 把它扔一扔 好 好 好 那我就走了 嗯 雪姬呢 她还没起床呢 哼 是不是在国外长大的呀 这么没礼貌 长辈要走了 也不出来送一下 雪姬 雪姬 嗯 我妈妈要走了 嗯 我妈妈说想跟你说声谢谢 打个招呼 你好呀 江桓妈妈 不好意思啊 我身后作息不太规律 要不是你这么年轻 我还以为你是善爱呢 你跟你妈妈长得太像了 你不知道啊 我跟你妈妈 以前关系可好了 后来呀 听说你被领养了 我还一直担心 怕你顾不好了 现在看来 你住这么好的地方 我眼就放心了 谢谢阿姨啊 那阿姨您慢走 哎 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跟他说话也带搭不理的 是不是有钱了 瞧不起咱们 没有了 雪姬的性格就是这么随性的 没睡醒吧 妈 你理解理解 下次好好聊吧 行行行 那我走了 嗯 对了江淮 嗯 我肯定又出去一趟 我不在的时候呢 打扫卫生比要偷懒啊 什么时候走啊 去哪儿 今天 去法国 我哥哥去世了 啊 生病吗 还是事故啊 嗯 怎么会 就说是交通事故 哦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还不知道呢 得去了之后看看情况再说 哦 对了 我不在的时候呢 我有个朋友也过来 你就让他住大楼的客房 帮我照顾他一下啊 朋友 嗯 就我之前跟你提起过那个 啊 穿衫 小姐 公司 运转得还好吗 运转得很好 小姐的财产稳步增长 慈善晚宴那边的事情 我也已经帮您处理好了 之前小姐捐献的款项 已经全部投入实用 他们希望能见到捐款人 对你表示感谢 我已经替您拒绝了 好 还有别的事吗 嗯 还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关于李克尼的死 好 还有呢 还有什么事吗 其实李克尼的死 是因为酒驾 并且呢 在试检里 检测出了安眠药的成分 所以 到底是自杀 还是他杀尚未确定 第二件呢 最近我发现 有人一直在悄悄地 用尽所有媒体的力量 打听你的消息 是谁啊 这个目前还在调查之中 没有什么线索 对方应该是一个 很显赫的人 所以抹掉了一切调查痕迹 所以抹掉了一切调查痕迹 我们决了 看我们了 哪有些调查痕迹 当然 我们令你 还有我们有关的 妻子 谢谢 我怕见我一身 太脏 很难擦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和你死了 你不是应该 比谁都清楚真相吗 他死了 属于他的财产 都归你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 为什么那么多人 都喜欢赌吗 因为他们一旦上了赌桌 赢了一点之后 就想要赢更多 可实际上 不管他们赢了再多 他们都不会射手的 回国以后 你说话真是越来越 没有礼貌了 你说过 让我不要招惹你 所以我没有再招惹过你 至于别人 你也要管吗 你以为 你得到了这些 就会满足了是吗 就会收手了是吗 我告诉你 你不会的 你得到了很多 就会想要更多 你就会把手伸向更长的地方 你永远都不会停下来的 也许你说得对 但愿 你必把手伸到我这来 不然的话 我说过的 一定都做到 奇怪的号码 是诈骗电话吗 喂 喂 是江淮吗 干吗挂我电话呀 我是江淮没错 可你是谁啊 我说今天要来的 可是你家里没人 你是春山先生是吗 是 你快点回来了 行 我现在马上就回去 我可能要十五分钟之后 才能到家 你能在门口先等我一下吗 好吧 快点啊 好 我现在马上回去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今天打了一天工 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 刚刚结束 实在不好意思 对不起 好吧 算原谅你了 走吧 你的房间在二楼 我平时出去的早 回来的晚 这附近没有什么吃的 如果你想要吃饭的话 就自己去买点菜做吧 对了 雪姬说她把她的车钥匙 放到你的房间桌子上了 你要是出去的话就开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听说你哥哥去世了 想给你发个消息 安慰你一下 但现在看来 好像没有那个必要了 我还好 我不难过 所以 失去亲人这种事情 你都不难过是吗 对所有人都是轻描担心 没有感情是吗 如果有一天 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你也是这样的 我不会允许 你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好了我要去训练了 挂了 你干嘛对雪姬小天使说话 这么冷 冷淡 就是 我生气 你俩生什么气啊 为雪姬小天使生气 这么好的女孩子 难道不应该捧到天上吗 你这态度也太差了吧 行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什么样 明明喜欢 就是别扭 喜欢就说喜欢啊 哪有人喜欢人 还这么冷冰冰的 王女子 王女子 这边请 你们过来 这位是林小姐 也是公司的董事 还没打过招呼吗 你们现在能站在这里 都是因为林董事 你们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顾十一是吧 表现很好 让人过目不握 谢谢 看你们刚刚聊得那么开心 是在说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在说顾十一喜欢的女孩 你们三个啊 马上就要出道了 还不好好练习 说了 不准谈恋爱 不准谈恋爱 连想都不行 公司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你们 你们想想 你们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谈恋爱的吗 对得起父母吗 对得起父母吗 对得起公司吗 对得起我吗 对得起我们林董事吗 对不起社长 对不起林董 对不起林董 没有关系的 练习生也是人 未来的艺人也是人嘛 有自己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不影响工作就好 有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机会我们可以认识一下 那我先走了 你们好好练习 林董请 你们三个 彩虹快 扶住我 又怎么了你 我陷入了爱河 真不稳了 陷入爱河 不行不行 林董这么美 还这么善解人意 我要让她夸我 我也得让她夸我 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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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柯尼出车祸去世了 在她生前 我最疼爱她 跟她的关系也最好 据她的律师说 她的遗嘱上面写着 由我来继承遗产 这一点 大家没有意义吧 我有意义 如果有人在等她 拨弄她的头发 思念可责强和我 如果感情会挣扎 没有说得如鸦 把挽回的手 如果 你能活一千年的话 你想做什么能活 你会一辈子的 只爱一个人吗 现在有太多的人 连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都做不到 何况是一千年 你也是张敏芝吗 一个在孤岛上 生活了那么多年的人 怎么会认识她 不过我们拥抱 就挽回不了 用力爱过的人 不该蹊跷 是否要被人起了家 没有别的办法 她劝你不如退下 如果分手太复杂 如果分手太复杂 流浪的歌手 会放下吉他 故事要没必须 藏着真话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刚刚好 剩不多也不少 还能忘掉 我应该可以 把自己照顾好 我们的流浪到这儿 刚刚好 趁我们还没到 天涯海角 我也不是非要 去那座城堡 天空有些寒了寒的 空空空 我难过的样子 就没人看到 你别太在意 我身上的 记忆